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身在瑞邦区久业在细子区的律师简荣中 上个月宣布参选新北市第12选区立法委员 而上个礼拜妇女节 她也参加万里区情习妇女会春酒活动 为每位妇女朋友献上一颗巧克力 当天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立体陪伴 简荣中也表达对于妇幼议题的总实 立法委员新北市第12选区 上个月国民党籍的简荣中宣布参选 竟然也开始跑地方行程 上周妇女节简荣中来到万里区 参加清晰妇女会春酒活动 不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立体陪伴 还带来一人一颗金沙巧克力 要送给妇女朋友 而简荣中也在妇女节当天 表达对于妇女以及幼童的重视 要将妇幼议题成为证件规划之一 要跟所有的我们妇女的朋友说一声 感谢他们为台湾 为了国家 为了社会 为了家庭 为了我们下一代所做出的付出 谢谢我们所有的妇女朋友 我们最近看到新闻 我常常看到一些家暴 虐待儿童的一些新闻 据统计 大概每个小时就有16件发生 也就很痛心了 虐童的部分 我想法务部已经有提了一个修正案 被加重刑责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加重刑责之后 法官在个案的良刑 是不是真的有达到成绩的效果 否则刑责很重 法官没有良刑很重 也没有办法改变 那第二个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社区的通报机制 就是现在社会 大家可能没有像以前 这么守望相助 所以我们希望说 社区通报跟关怀的机制 还是要建立的比较完整一点 本身为律师的简容中 相当注重近来频传的家暴虐童议题 认为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 必须共同努力的目标 而地方守护富佑的安全 更需要的是社区的通报机制 落实左邻右舍 连结成通报联系网络 要让家暴的案件 有更快速的因应指导 我想简律师他是 应该是中国国民党 都20年以来 第一个在这个区域 出生成长茁壮 可以说同时也住到这个地方 住了十几二十年 所以他对这个选序里面 每一个地方充满深刻的情感 当他用情感的时候 他自然对这个地方 就很深的承诺 也有很多报复 因为地方繁荣 因为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 来做努力 不管是交通的建设也好 地方经济也好 或者是青年的就业 最专长的就是辅导青年就业这一块 帮年轻人找到更多的机会 那我相信总统这一些的努力 我想简律师都已经准备好 那当然将来我想这个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简律师 把一些新的观念 也带到这个区域来 另外联盛文 严厉亭在地人的简容中 并且给予深切的期望 希望简容中能够 以地方的热情与了解 给予在地人最需要的政策 以及政见 借此带动交通经济观光发展 甚至是福岛青年就业 跟刘家乡 要让东北角 以及北海岸更进步于繁荣 记者廖品汉 万里采访报道